我们来跟进新加坡最大宗洗钱案件的进展 是的 那涉及30亿新元或大约105亿令吉的洗钱案被告之一 今天在庭上认罪判监13个月 他也是此案10名被告中第一个认罪并被判刑的被告 柬埔寨籍的这名被告名为苏文强 今年32岁 他今天以视讯方式出庭聆讯 共面对11项洗钱 持有非法远程赌博收益 以及撒谎以为自己和妻子获取工作准证的控状 控方以其中两项洗钱控状提控 其余则交由法官判刑时纳述考量 根据两项控状 苏文强从非法远程赌博 获得超过60万新元或大约211万令吉现金 以及50万新元或大约175万令吉非法收益 购买一辆马赛地轿车 苏文强扶手认罪分别被判刑13个月和12个月监禁 同期执行 刑期从他的被捕日 也就是去年8月15号开始算起 随着苏文强认罪 他名下超过590万新元 或超过2000万令吉资产也会被充公 在请试独播放 不时发唇人员 如何发送中 不时发唇人员 需求更多笔 转换